膠原蛋白的這一層 你要補充的是膠原蛋白 所以林樹你剛剛講說 老是子幾歲 熟齡夫子 幾歲 是你要好好教我 我也有三個女生 對 大家都是叫去角質的女靈 沒有 我一定大概不能去角質 所以熟齡大概是 通常啦 熟齡大概就是子 更年期前後 對 我們還很遠 對 還很遠 來 第三點是 護膚美白精華用越多越好 這是對的嗎 好像這種很 這種獨斷應該就是不對的 我曾經看過 有人從化妝水就是美白化妝水 美白精華液 美白晚霜 美白日霜 全部一系列都是美白 而且它並不是買同一家產品 所以它添加了美白 不太一樣 有的是維他命左旋C 有的是傳明酸 有的是什麼柔胺酸 一大堆酸 然後我已經想說 你這樣不會太多 它就是這樣過敏了 我擦美白都會長痘痘 我擦美白會過敏 對 我會長痘痘 它具有美白功能 然後又有刺激性的 所以當你的皮膚沒有辦法去 承受這樣的刺激的時候 它就會長紅紅的小疹子 這個就是所謂的 接觸性皮膚炎 對 所以 美白它其實並不是無上限的 它是在你皮膚可以承受的 適當的時間點 我們去加速色素的代謝 去抑制色素的形成 或者是把已經形成的色素 給氧化掉 這樣是比較正確的觀念 所以是不是用美白產品之前 我們要先稍微試一下 自己的膚質會不會過敏 對 而且其實有一些成分 是合法的 這個才會在市面上販售 比如說像傳明酸 什麼羊柑橘萃取液 或者是一些柔花酸 左旋C這些 它其實上面都有一些成分的標示 其實在買之前 最好看一些成分的標示 會比較不容易挑到 不適合自己的產品 而且你看美白產品 很多都有一個加字 就是藥字號 所以你只要是有藥字號的 你都要小心使用 是 因為剛剛這個 可能比較強對不對 對 林醫師有提到說 去角質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塗的美白 已經是微波性 就是輕微的 把你的一些角質剝落了 你又塗了一個美白的產品 然後又去角質 你就等於 你其實塗那個美白產品 就等於每一天都在去 一點點角質 你的皮膚都越來越薄 對 最早出左旋C的時候 我超愛用 因為真的效果很好 然後臉整個都亮起來了 然後我現在是完全不能使用 美白產品的人 因為會過敏 一擦就過敏 我現在幾乎都只能擦保濕 就是以前有沒有 太愛用美白產品了 皮膚越來越薄 對 其實有一些廠商 他們就因為美白產品 它的確有這種刺激皮膚的問題 所以有一些廠商 他已經開始把一些美白產品 包覆在一些那種 奈米科技的膜裡面 所以它直接擦了之後 它就直接透進去 對 透進去 它就比較不會對我們的表面 造成刺激 所以真的敏感膚質的人 就必須挑選這一類的產品 比較不會產生問題 好 那繼續來看 是不是每種維他命 都具有美白功能呢 怡莉 其實我們比較針對維他命來講 大概 對 因為C它確實 它在所謂黑色素形成的部分 還有阻斷的一個功效 那通常我們會建議 從水果的部分 像芭樂 櫻桃 草莓 這七果 維他命C比較豐富的 對 維他命C比較多 那坊間像一些 比如說像是它會講 C錠 C錠的部分 其實因為我們一天 需要維他命C的量是100毫克 那你一般的C錠 大概都500以上 那因為維他命C它水溶性的 所以它其實吃太多 其實它會流掉這樣子 所以如果你想要補的話 我覺得大概是從水果裡面 然後一天大概一顆的C錠 其實就已經足夠 不用把它當糖果吃 對 過量攝取的話 其實不見得有益處 我們也見過 有些人它維生素C吃太多 那可能造成增加肝 腎臟結石的機率 這個都有 對 所以以膚色來說的話 大概維他命B群 它可以改善泛黃的部分 C的話它就是可以美白的部分 那E的話就是我們常見的 抗氧化 抗氧化 對 對 所以這個就是 其實它是相輔相成的 是 好 那我們再來看到 利用水果跟食物來塗抹 也可以美白 哪一些食物呢 哪一些水果 我們常常看 西瓜皮 沒有 我們常常看電視有沒有 電視一定這邊貼兩塊小黃瓜 對 要不然就是檸檬片 或者是這邊貼滿了一些小黃瓜 其實已經很多 效果有限 沒有 過敏 會 對 你如果用這樣貼這種水果 再出去曬太陽馬上變黑 對 尤其是如果弄檸檬是不是 對 檸檬的比較像 就黑了一大塊 會黑很大塊 對 那個我們有一次在門診 看到一個小朋友 他是額頭以上黑一圈的 然後我們想說奇怪為什麼我有會 他媽媽說 他隔夜就變黑了 不知道為什麼這樣子 然後結果我仔細去看 才發現說 去問發現 前一天中秋節烤肉 然後不是會剝柚子嗎 就把柚子皮帶在頭上 那個葡萄柚類的這些東西 它帶了之後沒有洗 就柑橘類是不是 對 感光 所以就整個一圈以上是黑的 所以很多 我們發現很多人他去擠檸檬 擠檸檬 然後或者是去用柑橘類的東西 去變搬了是不是 對 然後你漸到手之後 你沒有洗乾淨 去曬太陽 手就變成這樣一點一點的 對 這個是很常見的 其實這些 這小常識這樣要注意嗎 這些小常識大部分像那個 果汁店 水果店的老闆都知道 對 他們都會知道洗乾淨 對 OK 所以就是主要是柑橘類的 對 柑橘類的 檸檬這些的 檸檬 對 有紅茶橘子 這種都是橘橘子的 我還聽過那種美白的這個 很荒謬的一個說法 而且還有一個藥師 自己親自使用 就是用 聽起來很可怕對不對 可是我們小時候有沒有 你有沒有看過那種 東西泡到雙氧水 就變白了 對 對不對 可是沒用這樣的原理 的確確是可以把我們黑色素 給氧化代謝掉 還原掉 可是事實上這樣子的濃度 要拿捏得非常非常精確 或者是你皮膚 真的健康到不行 不然會受傷 對 就很容易受傷 或者是有的人拿那個 阿斯匹林 因為阿斯匹林也是含水洋酸 阿斯匹林 都是 你知道就是 就頭透那個阿斯匹林 對 然後拿來研磨之後 泡水自製成面膜 然後拿來塗抹 第一次覺得真白 第二次還滿白 第三次就要去看醫生拿 沒掉了 對 對 白到壞掉了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了解一下 因為現在很多人會去做醫美 來美白 那到底有分哪幾種 我們請林醫師 比較簡單告訴我們 好 其實通常我們 最常見到的是很多人 他來診所問醫生 會告訴 會跟醫生說 他的皮膚他前陣子去打雷射 對 然後越打越黑 對 那不知道為什麼 那 他可能在那邊做了療程之後 問那邊的小姐 那個小姐說 這個是因為把你未來六個月的色素 都一起給代謝中來了 好 我們現在知道這一句話 就是一句很瞎的話 對 這個真的是很錯誤的觀念 它基本上它就是反黑的一種 它是一個皮膚過度傷害 造成的黑 它其實是需要給皮膚一些時間 去做休息 對 所以通常回到剛剛我們看色素 到底是從哪裡製造的 我們要去治療色素 就要看它在哪一層 比如說我們剛剛提到的 比如說像老人斑 老人斑它最淺 所以它我們可以直接用 去角質的一些雷射 或者是直接用 燒焯的方式把它給處理掉 所以老人斑是很好處理 對 它只要厚厚的那一種 就是把表面的一些 增厚的角質跟黑色素 給除掉就好了 但是如果說你是像曬斑 曬斑的話它是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就是在我們的 表潛的角質層 跟這個真皮層的交界 這個大部分我們通常很多女生 她隔天要上班 要上妝 她沒有辦法有太長的修復期 那它如果說它不想要 因為直接打雷射打掉 可能一個禮拜不能上妝 然後臉會花一個禮拜 那就是可以用麥充光的方式 那麥充光它打完之後 臉上就會只有一點點 像胡椒鹽的碎屑 斑點就會變成這樣子 然後隔天 兩天 三天 就慢慢的脫落 像胡椒鹽這樣掉下來 那這樣子隔天 你就可以照常上妝 就比較不會影響到 正常的生活 是 對 那如果說有一些人 它是咖啡色的豆疤 它豆疤顏色就更深了 對 那這個就要慢慢 用比較溫和的方式 可能 進膚雷射 或者是做一些美白導入 讓它去慢慢的代謝掉 那它們每次做完的 防曬都很重要 對 因為防曬基本上 它是在我們皮膚修復的時候 基本要做的一個動作 那同時也是去預防 未來色素的形成 可是如果有傷口 我會做防曬 會不會那個傷口